講到積木呢 很多人的第一個印象 就會想到樂高 但其實在臺灣也有積木大王 這一群人 他們默默耕耘了四十年 還從國外是鴻回了臺灣 現在年營收已經超過四億元了 而且現在在臺灣 還有不少的中小學校 就拿他們家的積木來結合教案 訓練孩子邏輯還有思考 其實創業剛開始 其實樂高的高市戰率 曾經將他們是逼出了臺灣市場 但俗話說 這危機就會是轉機 他們反而轉型 就切進了教育市場 也讓這一場臺灣土兵 對抗丹麥巨人的積木大戰 最後碰撞出漂亮火花 這個積木小小顆的十二顆 就有九亿五千八百萬種的變化 到目前為止我們今天有七種不一樣的系列 每種系列都可以做結合 小朋友的創意可以無限延伸 九亿多種可能在手中翻轉 利用積木一凸五凹的特性 點跟點之間的結構朝六個方向操作 這就是所謂的結構積木 不同於樂高積木六個面上下堆疊 結構積木除了趣味性更帶有意志性 還能夠發展成系統化教材 現在積木除了拿而玩之外 也能夠當作教材 像是低年級的小朋友 訓練他們的創意能力 到了三四年級的時候 加入一些物理的概念 到了五六年級利用綠能 讓小朋友知道 這些自然中看不見的能量 是如何運用在生活當中 我知道啦 而且那個 那個卡片是像我一樣 你一言我一語的熱烈討論 如何把積木變成打掃機器人 各有想法展現出超乎十二歲的 清晰邏輯 還把物理學概念運用在乳裝積木 因為自然科有教到杠杆人力 還有刺人 還有馬達 對 紙人的那個原理 好 然後就可以讓它 還有這個渦輪可以讓它夾東西 不斷加壓打入水流 最後轉換成動力 讓扇葉順利轉動 這套水力裝置全是小朋友 集思廣益用肌部打造 比起抽象的力學造條 用實作體驗更能瞭解無情的力量 是如何轉換成能源 這套積木教具從法國鴻回台灣 當地不少中小學校把積木用來教數學 熱賣全球三十七個國家 年營收超過四億元 其中這些創意因子其實來自台灣 大家開始了解創意是可以學習的 不是就是他是天才所以他有創意 不不是 小朋友從小 世上小朋友創意才是無限的 講起積木眼神發光 他是積木公司的總經理林家沛 積木不僅僅是小時候的玩伴 更是爸爸 台灣積木大王林文斌 留下來給三個女兒最好的禮物 用保麗龍板然後把自己 就是自己想的積木原型 就是把它雕刻出來 一個體育老師一點美工的背景 都沒有的狀況下 他就是可以做到這樣子 他不畏艱難 然後他說要做到的事情 他基本上很少沒有做到的 我們最敬畏的也是爸爸 我們最愛跟他一起玩的也是他 歡迎起父親林文斌 當年是個不務正業的體育老師 十大體育系畢業之後 只當了一年的老師 就決定初來闖闖 加上自小就是孩子王的他 創業當然選的就是孩子 有興趣的東西去試試看 就是用保麗龍割的 一吐五凹的原型 然後那時候正方體 三角上旋下旋 然後這樣子四個顆粒 然後去參展 就被那個現在的Fundbox的 當時的總經理看中就 哇 你這個積木非常有趣耶 那你這個應該申請專利 應該可以賣得很好 第一次參展 以炮而紅 在1976年公司成立的第一年 狂賣一千三百萬元 在台灣幾乎就是積木的代名詞 全台經銷據點多達六千五百個 卻沒想到隨著樂高進軍台灣 經銷商只得選邊站 最後只能黯然退場 國外的教學在那時候 大概二十五年前 他們已經是比較是要用手操作 數學可以用一個一個顆粒 組裝起來 一加一 就拿一個顆粒這樣子鬥起來 那就是二 小朋友就看到二 這是一個宇宙的部分 所以它不僅僅是一種目的 它可以使用很多東西 沒有親言放棄 他們發現在國外積木不只是玩具 也是教材 法國中小學校用一凸五凹的結構 積木教數學意外切近法國市場 台灣市場的行銷危機 反而成為轉機 進口到歐洲去 最重要的檢驗它有分 它的物理性的結構 所以你不能有尖銳點 然後不能摔下去 會容易就是破裂 以至於或是有小物件跑出來 時間用力凹折 只有微微變形 家長最害怕小朋友誤吞的小螺絲 還是牢牢的鎖在上頭 因為積木除了顏色鮮豔 用來吸引小朋友之外 更得要兼顧安全性 要能吃下歐洲市場訂單 加工之後呢 我們唯一的一個動作的話 就是說可以讓小朋友這樣子 開箱開箱 但是我們加工的另外重點就是 要確保說我們剛才在加工的一些 五金的一個材料 絕對不能讓小朋友誤死的危險 所以說我們要做一個破壞性的實驗 要能吃下歐洲市場訂單 魔鬼藏在細節裡 引進超音波融合機 短短0.2秒 就能將零組件緊緊密合 從大物件到小零件 都不讓小朋友在玩積木的過程中 有任何危險 這個是原本是兩個不同的零件 那現在進行組裝的話 組裝起來 然後再進行超音波 它兩個零件 就是會進行結合的動作 這樣子 但是讓產品比較堅固嗎 對 就是主要就是讓它 牢靠性增加這樣子 花費百萬元購買3D裂印機 設計師仔細檢查所有溝槽 細細刻畫出積木雛形 從設計研發 製造生產 包裝出貨都在臺灣生產 用MIT的高品質 說服國內外客戶 每年更自費100到150萬元做檢驗 從塑化劑到安全測試 早在十多年前 就已經完全符合歐盟規定 利用藍牙操控結合雲端 搭配程式編寫 就能夠當作機器人使用 近年讓基木二次升級 與臺灣電子大廠Acer合作 你可以把它放在戶外 或是綁在你們家的天台上面 那因為風力 它就可以讓這個人有作動的部分 那在這組裡面 我們又會有一個充電電池做 所以小朋友事實上 他真的是可以把 用自己的作品然後充電 從最一剛開始的 一凸五凹的四顆基木 到現在發展出超過500種不同零件 都能夠互相組合 在手掌間玩出一元商機 就像我爸爸說的我們的事業就是像滾雪球 慢慢一點一點的累積那個 這樣子的能量 對 然後中間可能我們會碰到一點 小石頭 然後碰到一些小樹枝 然後可能會散失我們一點點的能量 但是 但是我們還是繼續努力的往前 然後越來越多 我們要保持我們的濕度 讓更多的雪花可以沾到我們的雪球上面 二代接班不只得要守城 還得要更上一層 衝破國際品牌封鎖線 讓台灣土兵激戰丹麥巨人 在積木市場上各有一片田